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 办理银行呢 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历史的时候 感觉到了这个中国这个社区里边缺少一个金融机构 那么我们那一代的时候啊 在1967年的时候了 这个正是在这个美国是Kennedy 你就知道了 我们就觉得那一代的人呢 就觉得应该大家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不是专门是要来求赚钱 那么因此呢 要找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呢 那么我就觉得在这个桥社里边缺少一个银行机构 来帮助我们中国人 因此我们就组织了国宝银行 到今天为止呢 我做了这个20年的法律之后呢 大概33年的这个银行 这个银行 国宝银行是我发起的 对 那个时候是不是第一家华人的银行在美国 差不多是第一家 不是完全第一家 这个 有两个银行都是在那个时候组织 有一个银行 根本说我也是在里边开始帮忙组织成功的 但是呢 没有一个银行在乔社是为了这个 这个实实在的这个 是为乔社而建的银行 是为赚钱而建的 这个话很对 其实对 那么因此呢 这一次事情当然发生呢 这个我们这个纪录片上面很清楚 这个这个经过过程 这个是一个很 对不但是对于银行本身是一个打击 对你Family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对我们Family对的 但是别人总是说 别人说为什么孙律师 你这个人好像看起来你很镇静呢 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动静呢 这个精神上面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打击 我说这个倒是表面上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觉得啦 组织这个银行并不是为自己的利益组织的 你做一样事情呢 你总是要有一个原因 有一个原因 那么因此呢 我们这次知道这个政府的对中国社区有所偏见 而且非常不公平 那么这个案子呢 不单是为了银行来一定要坚决抵抗 而是对社区 纽约社区 恐怕我们不知道 你加拿大有没有这个消息 这个事情对这个我们中国在纽约非常大的影响 大家侨胞都觉得这个对他们有一个恐怖性质 这个政府这样把我们中国人手铐脚链这样子拖着 有省眼睛去看这个社区 这个是不应该的事情 因此呢 我们就有这个机会来能够恢复这个 巧思是一个幸运的事情 大家都觉得很高兴能够得到胜利 你是从法律来而是说 会不会是因为错就是错 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在你们银行 就是说他们 就是说所有银行都不高 就拿你们的银行做一个case 假设这么简单的话呢 当然是一般看起来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大的银行 他们实在犯了犯有所犯规 而没有受到这个政府的这个刑罚 而找个小的银行 实实在在呢 实实在在呢 比这个事情 比这一点呢 还要更深 像我们这个小的银行 在2006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你知道这个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了 是次级贷款 这个银行也带出来的 那么我们呢 在2006年一开始说紧了 所以我们早知道这个情形 而且我们没有 从来没有做过次级贷款的 所以呢 这个完全是个污赖 非常不公平的一个事情 那么在2009年大的银行 都受到影响 不能有很多银行都深层的危险 要有政府来救济 而我们国保银行 在社区这个特色 一点都不需要政府帮忙 非常不需要帮忙 在那个危机的时候 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贷的款 差不多是500个Million 也巧是 好多好多这个社区 买了房子贷款 这个是一个 实在是一个好的事情 帮助美国可以说是 恢复了这个金融 而非但他不能看见 这一点 而反而来 要要要要要来调查 这个银行来做的 做一个这个 成绩不良 这种情况呢 是是一个一个 他就对这个 我们这个这个民主 中国人是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不好的这个现象 那当其他的 种种不同的情况当中 都表明他是有这个 故意要这样 我们中国人说 带罪羔羊 带罪羔羊 他说为什么他要 这么做法是呢 他说这个 到底是什么 什么道理呢 到底是 我们说 我们中国人知道 他这个做法 是撒鸡金猴啊 他要当我们这个鸡 要把我们撒鸡 在大的银行面前 他就说 他就要大的银行 敲诈大的这个 这个罚款 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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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形 那么讲 这种情形 而且这个 马亨顿这个监察官呢 特别是有一个 这个机会 他是因为 在马亨顿是世界 在财政 经营中心 那么他是 每一个大的银行 都是在 里面都有 成立一个 有一个分行 因此呢 都受他的 这个影响了 他这个 他这个 可以用这个手段 这不是 这个消息中了 这是不好 这种情形 实在是不大 所以后来很多 大银行都付了 添加的 添加的 罚款 哦 罚款的不得了 假设我们这个官司 没有打赢的话 他们还要罚款 要罚到更厉害 所以他 他说 他 他失败了 这对大银行 也是一个大的 一个 一个好事 他说 你这个小银行 你都没把它 倒 他 他假设 控告一个银行 在历史上面 他 能够控告一个银行 这银行 就马上就 就支持不了 因为银行是靠信用 没错 他就倒掉了 像我们能这样 因为我们在社区里边 这么久的时间 而且 我刚刚讲的 这个宗旨 不是为了 自己盈利 为社区那种发展 需要 要要要 所以呢 大家社区的人 继续支持 而且呢 对这个反应呢 大家都是 虽然在 在 过审的时候 大家都 不敢 不敢 多说话了 但心里边是 大家都非常紧张 好不舒服 好不舒服 这个事件 对你们家庭的冲击怎么样 当然是特别厉害了 特别厉害了 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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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四个女儿 三个女儿都是律师 一个是医生 那么 我本身也是个律师 那么 花了 还要请了好多律师来 代表 费单银行 代表这个 过人 又还要 还要 保护这些被告的 有关的员工 对 所以这个责任是非常大 审时当然是 财务方面的 审时是非常大 这个是 历史费方面 财用方面 是非常大 但是 财务方面 的审时更大 对 在影片里面看到 是说 你们几个女儿 都非常支持你 是的 好像你太太 就有点 不一样的意见 是不是 太太 你知道 太太 看我们这么辛苦 看这个 他觉得这个是 太不公道 对 他就是用这种 心理 非常非常难过 要帮也帮不上忙 帮也帮不到忙 这个 这个对他是 一个大的刺激 他提到 对外 他也经常 碰面的公众 也解释不了 解释不了 一点不错 他们公众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到底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丈夫 你这个小孩 是不是都做错了呢 为什么别人 这个银行 没有受到这个 待遇呢 大家至少有 恐怕有个怀疑了 对不对 当然中国社区的人 他知道我 我的人格 2003年 这个 我们的时候 有一个 七百 有一个员工 发生一个 一个 大银行的事情 已经成功 一个大的 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他知道 我这个性格 我出来之后 告诉他们 他们都知道 而且我整天 社区院这么多年 所以他们 他们倒是知道的 这个是我非常 非常心里面 非常安慰的 最后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作为一个移民家庭 就是说 从中国到美国 求学 成长 grace family 有四个非常出色的女儿 这是一个 typical的 美国 就是说 成功的移民家庭 故事吗 Well 这是 有人是这样说的 当然我们是 做父母亲的人 总是希望 这个 后一代 比我们更好 那么 我们中国人 都是注重教育 这个 这个话 对不对 而且 到了一个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 回归社区 这是我们的期望 那么 这一次发生 这个事情呢 我们虽然是 经过这么一个困难 我希望 非但对我们 是一个 对一个小 年纪轻人 一个 一个经验 但是呢 一个磨练 对 也希望呢 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呢 对这个 全世界的 外 外 中国的侨胞 都做一个榜样了 要 中国人呢 要团结 不能让这个 外国人 来欺负我们 我们要组织 起来 我们要 要 运用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全力 来 来 来应付这个 这个 环境 所以 不要让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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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 不是中国人 那他们 欺负我们 来 克服我们 是这个 其实这一两年 美国本身的 种族的矛盾 也很厉害 他们 他们很厉害 而且呢 他们这个厉害呢 我们中国人 没有组织嘛 你在电影里边 你就看见 对他们说嘛 他是 他假设说 是另外一个种族的人 他 他不敢做 对我们中国人 就敢这样做 这个是 五入了 五入我们 last question 就是说 银行 大家知道 是一个很大的企业 既然你是 就是说 你不会 拥有一个银行 但是作为 那个 Chinese Banker 你是 比如说 我们叫Banker 就是说 他们在银行里面打工 我还在说 Exactly 那他不拥有银行 但是你是 Chinese Banker 是拥有银行的 Chinese Banker 就 你在银行打工 可能就是说 我是银行家 但是 你这个银行家 是真的拥有一个银行的 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要 我觉得 我有个特别的责任 不过 我倒是 还是觉得很满意的 因为我 发起的 发起这个银行的 这个目的 是要 觉得要做一个 有意义的事情 那居然今天 银行不是跟我带来 很多这个财富 也相反的 给了我很大的责任 很多麻烦 实实在是这样的 别人不知道 那么 能够做到这样的情形 能够为年纪轻的一代的人 做一个榜样 让他们有一个目标 让他们也觉得有这样的 一个 一个志气的 这个是 这是对我是一个好的期望 好 谢谢 好 再见 谢谢